我们之前的几期视频已经慢慢的 这首歌的雏形已经出来了 前奏已经做好了 现在就要开始设计主歌部分 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边目前还是前奏 我们要进入主歌部分 我先选了一个吉他Swell 吉他Swell这个音色 作为一个另外的铺底 它的音符和电吉他的音符 是一模一样的 等于我们复制过来 没有再重新去写一些音符 直接就把它电吉他的音符 直接拷贝过来 铺的底下 然后我们要写一些木吉他 要和前奏的木吉他有些区别 因为主歌刚开始进人声的时候 声音要淡一些 所以这个木吉他写的稍微宽松一些 不要那么多 不要那么紧 简单的设计一下 这个完全就是汉尼的感觉 这个吉他音色虽然我们不需要让人声去弹 但是尽量就让人们听得像那么吉他 像吉他那么一回事 这个音区好像有点问题 我们一会儿把音区升高一下 升高个八度 这样子就有点吉他的声音出来了 很淡 这个音符也不是很密 这样子就差不多 然后我们组歌要唱两遍 就是唱16小节 两个八拍 然后我们还是组个部分给点小节奏 这个就不错 但是速度有点快 要调一下 把速度调一下 慢一点 直接就用一个loop了 就不用写了 等于我们第一遍组歌 不会有太多的乐器出现 这就跟拍电影一样 你所有的角色 不能一上来全部出现 就是有时间 随着这个时间 随着剧情的发展 一些人物才慢慢出现 编曲也是一样 就是乐器慢慢地出现 我们在第二遍组歌的部分 去加个钢琴 这钢琴呢 就在前奏的基础上 做一些修改 删一些音 这样一是不用再去重写了 而一个保持这首歌的统一性 差不多 我们的组歌 就这样 目前先暂定为这样 我们会继续往下编 编的时候 忽然有个什么想法 我们再来增加 或者删解 不要纠结于某一个段落 好像必须要把它编到非常完美 再进行下一个 因为有些启发的时候 当你编副歌的时候 可能你会对前奏 有更深的一个启发 或者对主歌有更深的启发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注我 学习编曲混音的小知识小技巧